3、2、1,開始 好啊 開始 大家好,我是關志堯 我現在是現場的電影攝影師 和導演 這次我們有個故事 有個主題叫做伴伴 關於兩爺孫,一個小小的故事 我們小小的時候 多數會被爺爺、媽媽臭大 或者是照顧 但在我們的故事來說 其實我們會再看到一方面的東西 其實孫仔某程度上 都是陪伴老人家 走他的另一個人生路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會有另一種感受 這次我們用了Mii11的手機 來拍攝這段短片 其中裡面有幾個很好功能 一個叫夜景模式 好像我們今早上太平山頂時 我們其實全部是摸黑狀態上去的 當我們拍攝第一個鏡頭的時候 我們拍攝到維多地下廣 其實就給我一個很大的驚喜 就是真的可以看到一個 很漂亮的海廣出現 我們以前可能要用一些很專業的器材 都可以拍攝到 但我們用Mii11的手機 都可以拍攝到相當滿意的效果 另外它有一個2K色彩還原到很高的螢幕 所以我很有信心 我可以知道我得到甚麼顏色的效果 在這段短片裡 其實我用了很多手提拍攝 大家知道手提拍攝 如果我們用普通手提拍攝的方法 基本上很多時候畫面都會很抖動 但現在我們這部手機裡 有另一個功能叫OS,光學防震 我試過開和關門 其實那個效果可以差很遠 當我開了之後 其實會幫助我自己的畫面 流暢和穩定度增強了很多 其實我自己非常喜歡用這個功能 另一種便利性 就是現在手機的體積相當小 我們可以拍攝一些很刁鑽 或者很難拿到的角度 我們現在很容易用這部手機 便可以拍攝得到 例如今天我要一個效果 就是我要在電車外面見到的演員 以前當然要設置一個大機 當然很困難 但這次我們用了手機 然後我們自己加一個自拍棍 然後我們伸出去 然後很容易可以在窗外面拍攝 電車行駛中的演員 我們會在雪櫃裡拍攝演員 打開雪櫃去拿一個菜式 以前我們用一些很粗暴的方式 我們要鋸開雪櫃的背部 打開一個洞 然後我們就放一部機 才可以拍攝到這個鏡頭 但這次我們用了手機 直接放在雪櫃裡 五分鐘內便可以完成這個鏡頭 其實非常方便 我們拍攝電影 經常我們都要換鏡頭 當然我們要花時間去換 但這部手機已經放了三個鏡頭 第一個就是Super Wine Go 然後一個就是Wine Go 然後最厲害的一個就是超微距 它最方便的是甚麼 按一個按鈕 我們便可以切換到不同的鏡頭 令我省了很多時間 大家就用這部這麼多功能 這麼方便的手機 拍攝自己的故事 打開啟動 很多下宜 但是我真的可以看 很多下宜